广大的青年人他们困扰于的问题啊 我觉得正是您的特长 哎呦 谢谢 对 人情 什么 人情 特长是人情 特长是欠人的人情 人情练达 对吧 对对对 一军你觉得你在这方面怎么样 太一般了 太不行了 我叫练习 我不叫练达 我还叫练习 不是 一军也值得年轻人学习 就是说啊 我发现有一种啊 就是闯字当头 就是他心里啊 就是有一种 就是必须要完成 一定要达成的目的的时候 哎 这叫演员里有个 管这个词叫信念感 你看我们拍那个《行天下》的时候 他就在我旁边 北京上海一六打一六电话 就是哎 这个你能不能给我们获得许可 那个能不能获得许可 我当时就觉得一个嘉宾呢 对吧 也不是人家必须得做的 他就是心里有团火 最近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 也很多年没见 见着我就说我过去的一些糗事 他就说 哎呀 我们那时候就上大学 他说他看了篇文章就跟我来分享 他说有个人呢 就是科学家 说有一个机会要去北极 好像那个年代去北极是很少的 他说那人说 但是呢他牙不好 说人家说你这牙不能上那儿 说会病发什么的 除非你换一口假牙 说那科学家真的把牙都拔了 换一口假牙去 然后我那朋友就跟我说 他说我读完就觉得 我要是我肯定不能去 我当时跟那个朋友说 要是我肯定去 就是你 就是我这种人 但后来我就 我现在听他说这故事 我就跟他说 那是小时候 现在我说 因为小时候没拔过牙 不知道 现在知道了 你别说一满口牙 一口一颗牙 我也不去了 我也不去了 就人知道了 经历过了 哎呀 就会也有怯懦的时候了 我就发现他不认这个 你比如说就是说 什么事不知道 哎 鼻子底下有嘴啊 问哪 不管到什么陌生的环境下 你比如说是他的采访任务 或者是一个什么 还有他就蹬着这俩大眼珠子 为什么不能去啊 怎么样才能去啊 他就去折腾 哎 这种勇我觉得也是 我记得在伊斯坦布尔 我们要找当地的人嘛 不是要采访嘛 怎么找个歌手 不认识的 他就往上搜啊 搜到了就给人家打电话 就联系好了 我们下午就去采访 哎 就是 今天是我市集报告会嘛 不 我就得说出点你的英勇市集 大家才能听你讲这个社交 为什么 我现在确实觉得啊 身边的有一些年轻的这个朋友吧 好像这个社交焦虑 这个事儿是真的 很多年轻的这个同事啊 团建对他们来讲是个负担 微博有个话题 就是说不参加团建 就是不合群吗 哎 很多很多的这个点赞共鸣 你看这是一般年轻人的反应 说是让大家更加团结 有时候大家只是笑脸相迎 没有办法的办法 然后呢 我应该 我就是怕麻烦 不知道该怎么说场面话 哎 也有的年轻人说 可能这就是社恐吧 就是容不进去 说团建像一场 极为尴尬的大型社交 很多因为工作 积怨已久 老死不想往来的同事 如今要坐在一块 往对方脸上贴纸玩游戏 还有更多人 哎 这也是一个特点 就是社交媒体一代人 他线上交流的时候 表情包挖 欢喜雀跃的 对吧 但是一旦面对面交流 马上安静如鸡 一言不发 他们说村上春树有一句话说 哪是不喜欢社交啊 只是害怕失望而已 这个话您能理解吗 他们现在可能社交有目的 所以他就会有问题 我们过去社交真的是没有目的 你说什么都不知道 去之前 连个事都不知道 为什么去 也不知道 今天可能说 哎 今天这个社交 你比如说团建 那有个目的 那有目的去了 你目的如果达不到的话 那你肯定就很失败嘛 哎 我当然不能代表大多分年轻人 就是我身边一些害羞的什么 到什么程度啊 他就不是有没目的的问题了 他是害怕表现失当 害怕不知道怎么说场面话 害怕就是害怕被人家笑话 害怕在众人面前出丑 害怕讲话不合适 不得当 冒犯了别人 得罪了别人 他反而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种感觉去社交啊 这人年轻时候闹的毛病 比如他学校中不鼓励他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 因为每个人是有性格问题的嘛 有的那个孩子 你看那个三四岁孩子都能看出他的基本状况 所以很多人呢 那就是按照性格来 你性格愿意多说的 就成了班干部 不愿意说的 您就成了班员 是吧 那从整个这个社会的这个构成是这样的话 当他融入社会的时候 他依然还在扮演他 他小学生那个角色 那肯定出问题了 这可能跟学校还真有点关系 就是不教育 我最近听就在上海有一个学校的老师说 他说他们有一次去春游 就是他们老师也觉得很激 哎呀小时候想想春游多开心 是不是 前一天都睡不着觉 那也算团建呢 对 他说这个孩子也睡不着觉 是为什么呢 他说那小孩子夜里两点就起来了 就说睡不着觉 为什么那么激动呢 说因为平时根本没机会和同学在一块玩 因为功课太多了 回家一个人做功课做到就睡觉 然后又起床 就是没有在学校之外跟同学一起玩过 然后呢 大家一起出去啊 到了那儿一个大草坪 说那老师说玩个游戏吧 大家说不会 哎呀是不会游戏 什么击鼓传花呀 什么抓人啊 这些都不会 哎呦那老师觉得特别心酸 说现在小孩怎么都不会玩了 再教他们 说学着学得很快的 但是我就不知道您说的年轻人这一代 是不是他们成长过程当中 有一点这样 确实就是这种融入团体的 融入团体的这个过程没有 徐老师 你这个春油之欢跟我们讲讲 小学里边有春油就很开心嘛 可以去公园玩嘛 带个茶叶蛋是吧 我们也带个茶叶蛋小说 面包 理直气壮的问爸爸妈妈拿零钱 所以你看 他实际上跟您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他现在我想想有时候也挺尴尬 就是说这个团建意味着一个公司 他要提升企业凝聚力 现在真的是挺时髦搞这个的 其实除了您刚才说这个原因之外啊 首先我看他们发那牢骚 就有些这 我觉得这公司也有点不靠谱 就是说 比如说 咱们这全公司上上海玩一趟 好 自己掏钱呢 你比如说公司就是一千块钱 后来他们说 我们去上海的车费都一千二 到了那这酒店什么的 这对大家AA制 你首先再有一个 我发现年轻人什么 他说你比如说五天的这个团建是吧 是周末加三天 那三天扣年假 这个他们 所以他们就说 我工作了一周五天了 我周末我最喜欢的活动 就是以床为中心 手臂为半径 就你还让我出去 而且呢 去了之后 就是您说的了 倒不是说同学有目的 是公司有目的 但是他这个目的呢 我觉得又不像小时候春游 咱们大家撒了花的这个玩 您知道现在搞很多提升人的这个意志 或者促进关系的这种游戏 尤其是我发现他们特别触的 你看这也里边也挺社会的 就是说 哎呀 这个领导一参加游戏 就是公司的领导啊 也这中心领导要跟员工 拉近距离 你知道吗 但是他哪知道那些年轻人 那一块 怎么玩 怎么玩 还有玩狼人杀 另外 这企业文化也挺奇怪 我听好多就年轻人跟我说 说我们不想跟同事做朋友 哎 这也挺有意思 他们很坚定的信念 就说我 就一到中午一天 到晚看同事 为什么要跟同事做朋友 他这个分格很明确 对 同事必然有利益冲突 成熟得很早 你这个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你社交中呢 现在明显的带有各种社交成本 社交成本呢 因为这代人呢 现在年轻的啊 我们我这个 我得说话得比较谨慎 不用谨慎 我可以减料 对年轻人呢 我是充满了敬意的 就是他现在年轻人 他们生活 就是他们学习成长 这个过程中呢 本身就半介入虚拟空间 虚拟空间的乐趣 比你大 他凭什么要跑到你这里来 对不对 那谁都愿意到一个乐趣大的 你比如玩游戏机 那游戏机中 里头什么都能玩 对不对 另外虚拟空间中的交流 就会变得比较简单 因为大家都带上一个 一个保护伞 或者是一个保护层 那你说话说也可以 这个不那么小心 那你在单位中 你有说一句话 一个词没试好了 人家脸拉了 对不对 那你就心里很不舒服 哎呦我这句话没说好 怎么领导那脸 那么快出水了 那就麻烦了 怎么叫快出水 就是难看的 快滴到水了 就是很难看 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他就要考虑 社交成本了嘛 那这种事情 我宁肯不跟你社交 我不出错 那是最好的 所以现在很多人 就不愿意社交 这是讲到要害的 就像你刚才说的 团建 他们觉得这个团建 是你公司的需要 所以就你应该 全部用我们上班的时间 对不对 或者是你两天周末 你另外三天 你不要扣我们的假期 钱应该你们来出 最好再发点 最好再发点 我们去了还有补贴 总而言之 这整个事情 不是我们要的 是你公司要的 团队建设 是你公司要的 所以他没兴趣 这个是一个基本原因 我觉得公立 他倒不是想得到什么 只是他不想付出什么 我不愿意在这里面付出 他不觉得有那么多快乐 但为什么不觉得 有那么多快乐呢 就是因为现在的 社交途径多啊 他虚拟的 然后呢 大家很早就知道 熟悉对吧 就是同事不是 不能成为好朋友 你讲的话 多少天 人家一翻 这个就给你 所以他不愿意 再自己找朋友 这往哪聊呢 对对 他说的也是 有个原因 因为你在社交中呢 社交中最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无意得罪对方 但是你确实 把对方给得罪了 那么这里就是 一个人说话的技巧 你可能说话不会说 你有这时候吗 太多了 谁每个人都有 只不过你得罪人 你有时候都不知道 你知道吗 你把人得罪了 你不知道啊 你可能若干年以后 你才知道的 这都有可能 或者几天以后你知道 你当时就追悔莫及呀 对不对 你有这写的教训吗 这个社交 社交翻车的教训 我倒是没什么写的教训 第一 我这个不记得 我有什么翻车 第二 我也不怕有什么翻车 翻就翻了呗 对 人一辈子不定 谁跟谁好 谁跟谁不好 对对对 这绝对是老司机的话 但是我能看到这种社交情况 就经常是 你比如说我们原来出去啊 一些人那就说起来 咱不点名 点名是伤人 就是 就是都是有点 有头有脸的人出去 出去以后呢 因为你出去 大量的这个行动中 有很多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 我的态度就是 就是很简单 就是我对社会地位越低的人 我越尊重他 这是一个人的最起码的素质 就是说你对比你地位高的人 这个好是天经地义的事 你对比你地位低的人好 那就是你的修养 那么那有的人就不会 不会 那他就很苛刻的底下人 就是比如说他 就是他走的门 他没给我拉门 就这种事 我从小都是自个儿拉门 人家给我拉门 我还都有点不好意思呢 大家就细问这事 比如他呢 在当着我面 管我叫老师 背后直呼我的名字 让我听见了 那人家背后交代工作的时候 没必要非得叫你个什么老师 对不对 人家叫名字是为了提高效率 每个人说我今儿来了 15个人 我念一道名字 每个人家都加上老师 这名字念着就时间就长 所以人家没有不尊敬你的意思 但他听见了 听见以后怎么办呢 那就投诉呗 因为这有公文公司呢 叫投诉 投诉来投诉去 就死活投诉半天 最后投诉完天 是的那金主的女儿 非给投诉错 人家说投诉完了 为什么没反馈 人家都没理他 又投诉一遍 第二遍人搞出 你别投诉了 那谁谁女儿 又怎么早说呀 我说这就是人的问题 那你要对那小二维码的 他呢 一天到晚在那待着 那么多人 冒着感染的风险 然后呢 给你做工作 所以你要对人家 高看 我看有很多这个 这个负面的 就是有人在那 哎呦 你跟人家横什么呀 有什么可横的 人家无非执行一个任务而已 对 所以每个人调整自己的心态 在社交中 如果你想 你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效果 就是先放低自己 就我老说 高看别人 低看自己 这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千受益啊 蛮招损的 对对对 真的就是 千万不要以为自己 比如说你说 哎呀 我比你牛 我有时候会得以为 我比你有钱 这最没用了 你什么叫有钱呢 你有钱你给人家吗 你也不给人家 我要是 比如我是看停车场的 是吧 你那个 有人我就亲眼见 那爸那个内书还是 不 现在是刷二维码 无所谓 那时候就是给钱 人家说11块 再给人10块钱 人家收钱的人 人家还有账呢 对不对 你为什么少给 你为什么不多给人一块钱 要我 对 要是那么小的钱 还老在这 这么穷扣做什么的 你多的钱 你那么大资产 你恰意一块钱吗 他就是跟人家看不起人家 我说你要有本事 你给人家20块钱 那9块钱别找了 那算你有本事 对吧 就很多 我见过很多有钱人 就是对 别人的那种恶习 就是我就特别不喜欢 我看到这种情况 我们老祖宗的这个概括是 其实是真的有用 老吴老以及人之老 幼吴幼以及人之幼 核心就是换位 推积及人 推积及人 我在上海 不是开始 七天是酒店吧 那七天以后 第八天就回到 家人住的地方吧 你要丢一个垃圾 或者有人送一个东西呢 你不能自己开门的 你得 那个手机啊 视频打开 请那个管理的组 他那个管理组里边很多人 有理委干部 有公安 有医生 有什么 然后呢 因为第一次 因为不清楚 就是人家送外卖来了嘛 一敲门嘛 就开了 就来警告了 就说你们这样不行啊 你怎么擅自开门啊 你没给我们看视频啊 这中间就有不愉快 但后来 不知道怎么第二天 什么就跟这个 里边帮我们量体温的 那些人就聊天了 就一聊天呢 你就谅解 就没火气了 他说他们这么 十几个人 就为了你这么一个人来 他们每两天 要做一次核酸 真的 那我一下没火气了 因为我是旅行的人 他们说 这一块地方 就你这一家 他们这个组每天 也就是说 我任何时候打视频去 他要有人 那他等着平常干啥呢 对不对 他不来骂 你就蛮好了 对不对 你们这些人 暴动暴起干什么 对不对 我们来为你方便 把你从 否则你在酒店 后来想想 人家为了你两天坐着 两天坐着 你有什么好怪人家的 这真是啊 谁都不容易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 但是呢 比如说 咱们就说这个公司团建 这些年轻人 可能都是刚刚到一个公司的 其实我觉得 可能更重要的问题呢 不是说他不站在 这个经理的角度上 考虑问题 而是说 经理没有站在 你知道他的这个心态 是什么心态 谁都特别讨厌 强迫这件事 你发现没有 有一种压力叫社交压力 这个社交压力啊 你比如说哈 好多东西咱们都想不到 你像我小的时候 觉得就是 那就是自发的 我们那个时候住大杂院 好家伙 我每天啊 跟个疯子似的 唱戏啊 头上扣一个那个钢肿锅呀 就是 表演啊 都这么看 你那不叫唱戏 你那叫捣乱 不是 就有点表现欲吧 但是呢 你看现在有些年轻的朋友 跟我们一说 他们的一大危机 就是什么呢 小时候表演节目 对他们来讲 这就是一大危机 就是很多小孩 就几个家长在一起的时候 哎 跟我们就会英语 跟我们就背个英语 或者说背个唐诗 这个是父母最不应该干的事 就是小孩的自尊就 就是我现在发现 今年很多年轻人 就是说 一说起来 那像噩梦一样 就是 那是只很小的小孩吧 不是 他们有这个 小时候的这种记忆 所以他们就说 有些时候团建的时候 那个尴尬的感觉 就又有点像小时候 觉得一定要 在那个时候表现什么 一定要让大家高兴 或者说我说点什么 别跟人家就聊死天 这种感觉 你小时候也是个表演天才 我一点都不表演 但是我觉得是 社交是很不行的 就不会说 因为我们小时候 我觉得没有这种 社交的概念 我记得是 有一年 我表弟那时候 他大概16岁嘛 然后 是不是16岁 17岁这样子 他去欧洲 然后我就观察了一下 跟他的同龄人之间 就相差的比较远 因为同龄人可能 他们那一套 就是说社交啊 大家训练 就是说话 出去玩什么 他还是 我觉得他像个小孩 对 然后呢 我自己也是 我就记得我那年 我那年就是刚刚去剑桥的时候 我们第一天 就是大家就是 就那个迎新会嘛 那种 哇 那些那一个也不认识啊 而且他不是你一个专业的嘛 你学院的 就是各种不同的人 我站在那 我也不知道要说什么 然后 人家来的小孩都比我小 我就记得我旁边站了一个 18岁的一个小孩 就是特别年轻 我问说 我说您学什么的 什么专业 他说我学数学的 他说我 我18岁就进来 我像天才啊 酷 然后 那人家学数学的 我怎么跟他聊呢 我就说了一句 我说 我数学很差 我说 Math is beyond me 我说 然后 我们俩都看了 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就 就一个晚上 就不能再说话了 就完全不能聊 就我就是这种 就是 特别差 所以社交 严格说来 就是跟陌生人说话 对不对 有点 对 就是 甚至你认识的也有 假如你熟人 你就不叫社交了 就没换着话 这有两类啊 就是一类叫熟人社交 一类是生人社交 他刚才说的是生人社交 对 生人社交呢 其实我觉得问题不在你那儿 是问题在他那儿 他没见 因为不是他上来呢 他第一句呢 他说他是学数学的 就是你 你比如 这个很简单 是他现在说错了 说错了没关系 就是你不能把你的长处 先量给对方 如果你量给对方了以后呢 你会必须要有一句话 把他给折下来 你说其实数学没什么了不的的 就就就过去了 你说我是学数学的啊 我也会特别逗 我陪着一个 哎呀 中国聪明的孩子太多了 不是我陪着 是人陪着我 一个 也是在剑桥什么学数学的 走着走着 路上突然有一个女的 就是就是岁数挺大的 就是招呼我 说哎呦 我马老师怎么在这儿逛你了 说儿子啊 赶紧过来 儿子过来了 说学什么的 学哲学的 我说好 他学哲学 你学数学 你们俩聊吧 我们聊不上了 对不对 就都太高了嘛 那么 因为他年轻 年轻的时候呢 他会有一种无意义的炫耀 就是比如我学数学的 那你当然 那也有你知识储备 如果你要有知识储备 你可以跟他聊 你说你是学 这个纯数学 还是学应用数学 是吧 这时候就可以 应用数学和纯数学 要是他说我学纯数学 你说这事 我这真不知道了 我学完一加一以后 二加二我就开始吃力 然后你就自己放自己的 就是你想让人家跟你亲切 一定要把自己的短处放出来 不要去掩盖 没什么可掩盖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短 对不对 总有你不懂的东西 而且不懂不丢人啊 我们不懂那个 高等数学太不丢人了 因为全世界懂的人 是很少的嘛 对不对 对对对对 人情世故极文 不是不是 这是不是 这讲的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道理 你内心要知道 生人社交 你跟一个人 比方说团建了什么 你不大熟悉的 或是 都算生人嘛 就最 陛下见面的时候 很容易犯这个问题 对 就是 我要把我最好的一面 显示出来 或者说高低 或者别人高 我低呀之类的 你从美国回来 你在哪读书 哈佛什么什么 对不对 其实你没想到 你这样已经在压人家了 就是说 无形当中 人家如果读的是 另外一个什么学校 那是 我以为什么神奇 什么神奇 你看 一个很自然的本能 那越是年轻的人 或者甚至是 越是自卑的人 他越容易拿出 强的东西 来选要自己 这个是 其实是 你看 有经验 有社会经验的人 就应该避免 就是说 你完全可以不讲 像我们文涛出来 躲在这个角落里 还怕人家认出来 不是不是 他那个 对于孩子 就是他们在 就是首次社交中 亮自己的第一张牌 没有问题 因为你也不可能不亮 你说我在哪 我到英国来读书 哪个学校 你明明见桥子 你说 哎呦 那学校不怎么样 那不是更可气吗 你说见桥子 我学哲学的 说我 那你马上要放 放自己的短处 你说其实学哲学 是一特苦的事 我都觉得挺无聊的 这样大家就比较容易 你上来 我是学哲学的 你知道哲学史上 有什么 你不是把人给搞死吗 对不对 因为这个 那当然呢 我觉得一个人 当然我们也是啊 年轻时候好胜 现在岁数大了 就知道就是示弱 其实是一个最方便的 一个方式 而且不追求完美 这事没法完美 你怎么能完美呀 像我这种东西 年轻年轻时候 最追求完美的人 到这岁数 我什么都不追求 示弱极强 对 这真是真是 甚至不是示弱 就是说 哎 您像您跟于谦 不错 我就老说 你看这个相声 这个捧跟的 你知道啊 就有时候 你在生活中聊天啊 你就分 有人这个会聊天的 不会聊天的啊 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啊 人呐 都有一种 自我的表现欲 你看哈 比如说 您讲一个段子 对吧 可能这个段子呢 他听过 然后你就发现啊 有的人呐 蹦不住 就是 人家刨活 对吧 人家底还没翻呢 哎 我知道 其实你这样做呢 是双输 因为这个笑话 既不是属于你的 也不是属于他的 是吧 你的 你要成就别人的表演 别人才能成就 你的表演 我就发现 这个有的时候啊 每次都想第一次听 每次听 这是一个修呀 你知道 就是有的时候 有一次我是听谁 哪个老师啊 讲一个这个故事 我就记得很深 说是 比如英国国王 和一个老大臣 然后呢 这个吃 吃吃饭 这老大臣老跟着吃吃饭 国王岁数大了 健忘 就讲了个笑话 这老大臣 哈哈哈哈 大笑 后来呢 就吃饭 过了五分钟呢 这国王忘了 又讲一遍 这大臣 哈哈哈哈 又大笑 后来过了五分钟 国王又讲一遍 这大臣 哈哈哈哈 这国王说 我是不是刚才讲过吗 这大臣说什么 是吗 陛下 那刚才我也忘了 哈哈哈哈 你看 化解尴尬 这世界上 有的人咱们知道 觉得自己有钱就牛 对吧 可是实际上 我觉得还有一种 觉得自己有知识 就牛 什么事啊 你我知道 你不知道 他觉得可以炫耀 其实要照我觉得 真的是人人平等 就是说 不管是金钱 还是知识 甚至是才华 人格上是平等的 你这么想明白了 其实你就 你不自卑 一个古诗 你背过了 很好啊 我没背过 好啊你给我背一遍 我从此不就知道了吗 这玩意有什么丢人的呢 但是你会发现 很多人啊 会因为聊天当中啊 他知道这个我不知道 他就觉得丢人 我觉得这有什么 就是没有知识 也没有什么丢人的 但是你不知道 装知道 这才打脸呢 这才真丢人呢 但是你刚才讲的 另一种情况 这我们甚至常犯 就别人讲一个事情 我知道他的结果的 还没讲完 我就说 怎么怎么 就显出一个 这个我也知道 其实这个很讨厌 在旁人看来很讨厌 那么这个时候 你就要有一份心 我觉得还是一种 就是将心比心 就是说人家在讲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是有趣的 你何必在这个时候 插这么一句 这就叫不解风情 所以这个不解风情 一个是这种 还有一种人是说人 你比如你说提起一个人 那马上就有人 哎呀这人我认他 我跟他熟 这种人最熟 其实也没有很熟 就是这种人拦话 要不我跟他什么着 是说一大堆没用的 就算你跟他很熟 你也没必要去拦别人的话 所以我在这 你比如我在 各种社交场所 有时候提到某人 其实我都认的 我也就是 一般情况下 有时候人要问你的时候 你迫不得意 你得说就是认识 因为你说什么叫很熟 那你要说你跟他很熟 我问他 你跟他借钱 他借你吗 对不对 最熟的人 跟我说过 就是我们的社交范围 一个人一生中 现在我们社交的机会比较多 你一生中 能跟一万个人擦肩而过 对吧 你三万天 活82岁 能活三万天 头一万天 后一万天 基本没什么社交 那中间这一万天 就一天见一个人吧 就是你跟一万个人 擦肩而过 但是你跟他有交际 能说些话 能坐下来吃顿饭 或什么的人呢 不会超过一千个人 一下百分之九十 就丢掉了 这一千个人 能够比较深的了解 就知道这人的前世今生 你不知道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还是在哪工作 我跟谁有过谈过恋爱 什么 你知道这些人 就不会再超过一百个 又刷去百分之九十 那最后剩下十个人 是什么 是可以借钱的人 一般人都达不到十个人 可以借钱 我们说借钱 不是说 我现在缺二百块 你借我 不是这意思 我现在缺二百万 你能给谁个人 你能给几个人 打这个电话 借这二百万 无敌压的 那你不会超过十个人 马爷您十个呀 我一个都没有 这社交狂 这叫社交大师了 这就 然后你想 从一万个人到一千个人到一百个人到十个人 其实是你社交的一个金字塔状的 你就是这点人 我们想要我们在座的每个人手机中的 你可联系的人 一定是上千的 你的朋友圈有多少人 我朋友圈从来不发 我都不玩那个 因为我不敢 我上次被他们问过 我上次参加另外一个节目 有一个 他总额是多少 三千 五百个 三千 我不知道 朋友圈就是微信可以加五千个人 对 就有一个人呢 他就是五千个人 他你要再加他呢 他就要删去一些 但是另外一个人呢 就一千多个 我就很自卑 我才三百个 其中还有些名字 我不记得是谁了 不是 那太 你要是说有几千个人 你不可能 你就加上备注也没有用 我加过备注 完了 还是不认识这些 也想不起在哪 是联系的 对 还有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可能会觉得 他这个社 他干嘛要跟这些人 比如说借钱要干嘛 因为现在我所有的社会功能 我直接 我找银行行 我找这个信贷公司 他觉得 比如说我任何事情的解决 我是直接可以 通过第三方的渠道解决 为什么我要跟一个人社交 就是还要寒暄 还要各种 可能还要维护 但是我们刚才讲的道理 不仅是讲社交和生人 朋友圈一样 我显示我好的东西来 证明我现在生活得很幸福 或怎么样 这个东西流露优越感 真的是人很难克服的一个本能 有的时候 我现在就是做这个自我审视的功夫 我有时候就要狠斗私自一闪念 我觉得你看 你看这句话 又在这跟人吹牛了 我跟科比拍过一张照 就如此类啊 但这个是很难不做到的 我最后一会 我还可以 我还能看这种 我还可以